哈喽大家好 我是婉婉 我们又见面了 距离上次这样子录视频 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上一周我去了上海的CJ 然后也给大家拍了一些 我在CJ的时候的一些 看到的东西 那当然啦 忘记拍妹妹们了 所以有点死 下次吧 下次去漫展的时候 再给大家拍一些美女 因为我第一次录Vlog 所以呢 就是 那个机器我也不是很会用 所以我就录了大部分都是一些 我见到的东西 就是一些 各个游戏的展排啊之类的 我走之前 就去上海之前 我不是给大家录了一个 关于皮卡丘的 那个 临摹的小技巧吗 就教大家怎么样 去开始临摹 然后去开始自己的 把绘织录吧 那这一星期的话 因为受到了CJ的影响 毕竟我刚从那个二次元回来嘛 所以呢 这一期内容也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去画纸片人 所以我就以皮卡丘为例 给大家画一个皮卡丘女人 嗯 画一个可爱妹妹 像我一样可爱的妹妹 好 那 好了 废话不多 熟悉的开始吧 第一步的线稿阶段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在这个期间 就给宝贝们做一个小科普吧 纸片人的绘制方法 是线稿加拼图 而拼图呢 是一种上色方法 指的是用硬边缘 去塑造光影层次 通常只用两到三层的颜色 就可以表达出光影体积 用这种上色方法绘制出来的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称之为塞鲁鲁风格 像对于后图那种高技术要求的 上色方法而言 塞鲁鲁风格这种高完成度的 线稿和平读的上色方法 更加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也更加容易上手 第二步 填底色 在填底色的时候 做了线稿闭合的重要性 就体现出来了 在做完线稿闭合之后 宝贝们就可以直接用选区 或者由系统工具直接填色 在线稿的内部 可以铺上一层固有色 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分图层 线稿和固有色的图层 要记得区分开来 不同颜色的色块也要区分一下 因为我们画的是皮卡丘 所以在配色方面 我们还是以黄色和棕色为主 第三步 打上光影 因为是平图 所以不需要过于去考虑立体感 我们只需要画出边缘明确的阴影层 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小技巧 可以教给大家的 我们可以在固有色图层上面 去新建一个图层 并且用我们的鼠标 指向两个竹层中间 按住ALT键 可以创建 剪贴萌版 在剪贴萌版的图层上呢 我们不管怎么画 都是不会出界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第四步 画上眼睛细节 我们画的这种二次元画风 为了简约好看 一般情况下 五官里面除了眼睛 你其他的都会用 简单的一个线条去概括 所以我们在眼睛上呢 要多下一点功夫 因为整个人物好不好看 就靠你这双眼睛啦 第五步 上高光 在上高光之前呢 可以先用软边鼻刷 丰富一下面部细节 还有头发上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呢 再把高光打在鼻子 和头发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呢 可以给我们的画面 增加一些层次感 第六步润色 在这一步呢 我们可以在面部边缘处 用软边底刷 选择自己喜欢的光原色 刷一下 也可以在暗部 添加一些 纯一点的颜色 可以营造一些空气感 我们这样子去做的话 画面效果一下子 就会增强了不少的 再把一些小细节 给补充上 一张女人的皮卡修美商 也就完成啦 大家学废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给我三点哦 拜拜